我那個時候很笨 我應該 我修史不懂得用潛力 很可惜 大使也不懂得說 把教育部弄 起碼弄一個臺灣自然史列入高中的必修坑 有沒有 要有人怎樣臺灣請教你 第一個 它那個核電的基本上是為做核戰塞 不是為了發電 你要搞清楚 然後核四是集最大風險跟幾十年最大變數的大致 那本來就應該由政府直接承擔它的後果 扭轉過往的錯誤 而立即終止 不必藉由充滿爭議性的公投等技術性問題轉移 並逃避責任 第二 臺灣經濟發展跟電力供應的一體 這些問題是不為也合規 不能也 缺電什麼 那都配合 這個問題很容易 第二 當年整個評估是無限成長 我們知道全世界任何的生長都是有限生長 我在高雄那個自然史特別強調一個觀念 所有的生物性地球上生長是Sigma期限 緩期點 然後呢到這個 那麼所謂國家終極的目標就是定出這個發展極限在哪裡 那麼政策是什麼 政策就是安定在這個標準之下 你可以容許的上下震盪的幅度 這個叫做政策 有一個當部長的人 我在跟他講這個 對喔 你在講怎麼樣 我靠爺啊 你做武政就沒有比我贈盡 他們根本不知道所謂國家政策是要怎麼 你一定在哪裡 什麼叫政策 什麼叫國家終極的這些目標 以前的計算是無限發展 所以什麼時候要多少 你們沒有多少就會怎樣 第二其實這個你們看過太多不用我講 只要把那個浪費的弄掉 只要把什麼東西弄掉 全國的這些耗電的設備 造型設備要少八成 還有你們知道電力不可儲存嗎 台灣有多少水利化電 是養豬為了種菜 種菜為了是養豬 日夜潭抽系工廠天空沒有 電太多了 所以把那個日夜潭的那個那個那個水啊 這樣電太多所以再去把水抽到上面 為什麼要把水抽到上面為了花電 花電為了什麼 為了把水抽到上面 因為電無法儲存 所以他是用這種方式 那個只要政府下定決心 行事建政建開發多元的這些再生人員 系列變更救世的照明後用電設備提高用電效能後效力 並且真正早該做的是全力的產 產業轉型 按照目前所有已經知道的資訊 說缺電是騙人的 台灣沒有理由飲鎮解渴 持續錯誤的核電政策 第三核市場是幾十年來國際跟本土的 金磚車更是吸金耗材的無底洞 還有核電比較便宜的拼貴 很簡單 還不要出事那還不要提高階核費半衰期長達兩萬年 你敢說 現在那一萬多根的核費高階核費 要等你多就好了 總統府還不行啊 那是台北市前呼籃啊 那不是說市民市民島安就好了 你不要這樣 你想到這個我想到一個 我們現在發起幾十個幾百個反核的活動 其中有一項請全民提供反核的一萬種理由 大家拼命去寫 核費總統府也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那個大家可以打 那其實純粹用經濟效應 國家社會成本跟勇士利益去計算 核市早就該終結了 你從任何角度看 核市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那為什麼坦白講現在是政客在玩他們 在算自己的利率的時候 第四你們仔細聽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市 沒有核安就不會公投 這個話什麼意思 這個話就是相當於利己會核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可以當保核電是安全的 請問哪一座出災變的核電廠不是確保安全的產物 你們記不記得大眼空難 華航通下來 還有一部計程車還遭殃 被弄撞死人 去訪問那個飛機技師 他講出了一句名言 我們沒有料到這一場空難會發生 聽不懂 好 我們看得到真正出現 我相信他是因為慌了 還是報導者是白痴 誰會意料到一場 怎麼說那個空的月 真正是不可理 如果核電出現問題 他還是同樣這樣回答 我們沒有料到 還有台灣最常聽到的白痴的話 我給你保證核氏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安全 百分之兩百安全 百分之五百安全 這真正我不要說科學 一個零件有一個故障力 一個零件組合在一起 一個再加上 複合無窮大的故障力 加上人為的操作 一個剛才神經的 剛才十人教員沒收 萬家開始情緒不穩 一個天然意外風險等等 核電廠的風險風暴大得難以逆掉 風險概率不等於零 代表它隨時可以發生 如果你考慮核安 只有第一個先前匯核 再通盤散後 根本沒有必要再掛那麼多錢 去重新檢測核市 這是第四點 第五點 核電廠一檔災備 第一時間什麼救災疏散等等 這都不是問題 給你假設都沒問題 災民長期的民生跟社會膽展的議題 才是更嚴重的聯手家產議題 臺灣地匣人從 說比較粗略 沒有那種腳趁勵 也叫人叫一種蝦牛 美國人住在那裡 那國一集的那裡 那裡會靠 日本就撞不住了 臺灣的 有得慶賞 那麼臺灣根本沒有足夠空間支援 處置前方位的問題 立即終止核市之外 中部跟東部還要趕快規劃 核一核二核三 在沒有還有核會 沒有發生問題之前 真的洩漏了怎麼辦 臺中人一戶要養三戶是不是 要不然你說要請哪裡 把這些人移到這裡好了 那就一定社會動亂 怎麼又有社會動亂 第六 消除降低風險 本來就是政府最根本的責任 跟功能之一 以目前的公投法處理核四議題 是以民致民的既是性分攤責任 跟投機之嫌 更欠缺世代公益 你這一代沒有前例 決定下一代人的命運 間接世代公益 我不知道 反核會有談那麼久 為什麼大家不往這個方向看 有啊 那個媽媽說 孩子的未來不能由公投決定 就是這個議題 你們今天臺灣還有一點概念 真的 如何逛逛 感謝感謝 一半死了 任何制度 政策一旦製造問題的能力 大於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麼就馬上該被指從一新 那麼就馬上該被指從一新 對 那個真的 那個白海豚會轉彎 不到臺灣 那個胡適就往上了 或者往下 怪小啊 真正 第八 人民有免於恐懼 免於被威脅 被恐嚇的自由 更該季節不負責任的政府 執行表面合理 實質暴力的現行崩佗法 核四議題不該再對前民跟世代 進行身心靈內 第九 政府各行業界 前民早該加速創發 無核的國家新生計 新生活 新價值 新態度 早日規劃 新規劃 這個因為 台中中什麼聯盟 說 他們為了討厭一個人 就叫我出來做總召 後來一次開會 就把那個 好像 那個不提 所以 我們馬上要開會 要弄一個中台會合聯盟 我就要寫一個先言 先言我是這樣寫 三十多年來 臺灣反而會合 如今已屆成熟 即將締造人類 即國際 掌新的道德典範 從臺灣各公民團體 NGO組織等 即往開來 為善盡這代人的責任 跟歷史任務 仇主中臺灣會合行動聯盟 並揭出先言 即行動計畫 即日其 以負資實行 先言 基於世代倫理 全球責任 臺灣前途等 我們認知 認知剛才跟你講的這九點 接著我們的主張跟呼籲 很簡單 都差不多一樣 招爺各黨派公子前民 應該藉由立即會合適 開創臺灣民主制度的新典範 結束無謂的內耗跟浪費 積極筹謀策劃產業結構 代改變 前方會開創美麗安全新世紀 二 政府應該在立即終結核四的同時 限期安全處置核會 跟核123的上後議題 三 緩和會合重整家園 開創新的產經結構 締造社會的新規範跟價值觀 乃是這代人 留給後代子子孫村 最珍貴的文化遺產 跟時代的責任風化 無事 緩和會合正式開創臺灣社會 無尚未存在的善良跟道德 它是良心良知 眼見智慧 慈悲跟大愛的總體現 它超越了所有技術性的問題 它定基於人性的本質 它面對的是人性的總考驗 它是這代臺灣人對地球生界的大承擔 這四個呼籲 四十年來 關於何能何事的論力 悍有衝動 我們之所以還能夠在此呼籲跟爭議 在以幸運之神 一直建固克服著我們 反和會合是生命不可忍受的萬一問題 反和就是道德 會合就是智慧 我們是臺灣人的好子孫嗎 我們是臺灣人的好祖先嗎 反和會合足以回答這一個歷史命題 請政府立即回縮核事免公託 對 對 不用 然後呢 我們現在推出了很多的辦法 很多希望看大家一起來加盟 有講座 主務連門辦的講座 然後呢 比如蔡志豪這邊弄了一些很多題目開放給人家要求 反和插掛展已經在弄 還有新的論述 還有我就想到那些環保老將 把那個林錫林 林碧瑤這些古老反和幾十年的這些老將 在沒有死之前趕快出來再發一口氣 我要把東海幫的那幾個老骨頭再挖出來 然後 原理各種八星過海各形成功 接著另外一團 反和會合萬年團 我要徵求500位反和年齡超過20年 像我就30年了 我們蒐集500個 500個乘以20年就1萬年 標題就是反和萬年團 標語就是反和萬年不比核災萬萬年 再來徵求年齡超過60歲的騎勞 中台灣騎勞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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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